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環球直擊 首先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疫情失控 港府拒封關 評論質疑中共故意剝毒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 引發大陸各地恐慌 武漢肺炎中共持續封口 疫情越發不可收拾 古巴南部海域發生7.7級強震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 但香港政府遲遲不宣布封關 引發民眾不滿 香港時事評論員桑普分析 中共有可能故意讓病毒在香港傳播 以達到打壓抗爭運動的目的 他認為武漢或成為推翻共產暴政的第一槍 疫情失控 香港遲遲不封關 甚至香港衛生官員提出 若非本地人符合武漢肺炎承暴機制 接受隔離時可豁免收費 引發民眾擔憂 有工會準備升級罷工 以逼迫政府封關 時事評論員桑普贊成封關抗疫 又質疑中共故意讓病毒在香港傳播 第一 希望打壓現在我們香港這個 自由運動 抗爭的運動 第二 就是希望透過這個方式 能夠香港市民受負之餘 再重演03沙士之後 中國大陸私因搞自由行 大陸放大量的移民和旅客 下來香港這一招 這種傷截棍的方式 先打壓 再辦救世主來救香港這個方式 就是現在共產黨的盤選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輕視 共產黨對香港人的邪惡 封城下的武漢 民眾高喊武漢加油 又提出五大訴求 桑普預言 武漢市民或成為推倒共產暴政的第一槍 這900萬人 他們的生命 共產黨當是什麼呢 有人說 是不是犧牲武漢 去保衛北京 保衛中南海呢 正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想就是說 是人命如草戒的共產黨 它會怎麼樣去對得住武漢的市民 而武漢市民最後會不會猛然醒悟 真是能夠成為推倒共產暴政的第一槍 就是好像武漢氣一樣 新唐人記者 陳黎 梁珍 陳鋒敏 香港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 在大陸各地引發恐慌 網傳有在武漢工作的返鄉民眾 家裡大門被盯上木板封死 並被貼上警告的標語 此外 湖北封鎖將近一周 很多人擔心未來的生活 傳出有人偷渡湖南 還有患者在醫院的隔離室精神崩潰 打碎玻璃想逃走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 在大陸各地引發恐慌 湖北人 特別是武漢人在外地受到歧視 網傳在武漢工作的返鄉民眾 家門被盯上木板封死 控制在家裡 並貼上警告標語 有網友批中共匪警比冠狀病毒可厲害多了 28號 有網友上傳一段湖北人偷渡到湖南的畫面 秉稱 在自己的國家偷渡 這必將載入歷史史冊 湖北村民李先生表示 他們被封鎖跨一周 即將斷糧 擔心未來的生活 網傳視頻顯示 一名患者在醫院隔離室精神崩潰 打碎玻璃想逃走 備守在外邊的醫護人員 用凳子硬生生的擊打回去 湖北實驗室王先生表示 只要是感冒發燒到醫院去 就會被警察抓去隔離 控制起來 不給確診和治療 猶如坐牢 因此很多人不敢去醫院 武漢肺炎疫情失控 23號官方下令封城 海陸空全部停運 大量視頻曝光 封城後武漢醫院人滿為患 醫生和護士崩潰 大批醫護人員感染後被隔離 醫療防護資源嚴重短缺 病人直接倒地生死不明 農村人去不了醫院死在家裡 還有民眾精神崩潰 遷怒於醫護人員 清潭的記者熊斌 柏妮採訪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自去年底爆發後 迅速擴散 但中共當局仍堅持採取封口措施 有民眾表示 這會讓疫情越發不可收拾 紀元旦有8名所謂造謠者被抓後 1月26號起 中共又開始新一輪封口行動 威脅要對發布所謂武漢肺炎相關謠言的民眾 進行抓捕和判刑 社交媒體微博也跟進 封鎖與當局不同調的信息 還要求所有在微博上發布求救信息的網民 必須實名認證 否則一律刪除 老家在武漢的陳先生透露 武漢醫院人滿為患 無法接收新患者 大陸網友李先生指出 武漢被炎迅速蔓延 是中共異手造成的 而據大陸媒體報導 長江財賢董事長 原黃石市市長楊曉波 也因重症肺炎去世 週年57歲 財經博主曹山石在推特披露 楊曉波是在參加省兩會期間被傳染 兩會後出現症狀 從確診到去世僅兩天時間 消息引發疫情已在政府官員中傳播的猜測 目前中共多個地方紛紛推遲召開兩會 新唐人記者熊斌、陳傑、黃宇寧採訪報導 越來越多的線索表明 中共官方嚴重瞞報感染及死亡人數 湖北多地封城後 當地物資日漸匱乏 儘管中共官方公布的感染及死亡病例直線上升 但民間卻不斷傳出更多在官方統計數字之外的 感染及死亡案例 凸顯中共對疫情嚴重作假 1月28號 湖北黃岡一名十幾歲的男童發病 不到一天就在發熱門診去世 趕來的警察卻直接聯繫火葬廠 將男童火化 而醫院連男童是否因肺炎死亡都不予確定 當地人透露 許多感染和死亡病例 根本沒有納入官方的統計之中 更有知情者披露 中共疾控中心通過控制檢測 新型冠狀病毒試劑核的發放數量 來操控感染人數和死亡率 有大陸媒體披露 只有指定醫院才能拿到試劑核 而數量卻不及所需的十分之一 而有資格確診的醫院只收治確診病人 卻不給新病患確診 目前 湖北省已有至少17個城市被封城 各地出現物資匱乏 超市出現斷貨 醫療物資嚴重短缺 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保護 病患也無法獲得良好照護 截至週二 在中國大陸以外 新型冠狀病毒已經蔓延到17個國家和地區 其中斯里蘭卡出現首例感染 加拿大新增兩例 而在德國、日本和臺灣的新增病例中 都出現了從未去過中國的本地患者 僅僅是接觸過從中國來的同事、親屬或遊客就感染發病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人數持續激增 美國白宮已考慮採取更多防護措施 包括限制來往中國的國際航班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武漢肺炎疫情嚴峻 美國資深專家提出10項個人防護建議 教您保護自己和家人 美國普利策獎獲得者、科學記者老李·加勒特 曾經經歷30多次疫情、經驗豐富 他提出了10項建議,教您防範武漢肺炎 一、外出時戴手套 不要陸紙手套 要廉紙手套 在公共場合千萬別摘 二、如果脫下手套 記住千萬不要用髒手摸臉或眼睛 再癢也不要摸 之後用肥皂和溫水洗淨雙手 重新戴上手套 三、每天換手套並徹底清洗 不要戴濕手套 四、口罩需要能蓋沿口鼻四周 不能重複使用 別用髒手摘口罩在袋上 與人交談時保持約半米的距離 如果對方咳嗽、打噴嚏 並且拒絕戴口罩 需要離他約一米遠或者離開 在疫情流行時 避免握手或擁抱 五、換掉家中所有毛巾 換上每人專用的乾淨毛巾 不要碰別人的毛巾 每周清洗兩次 六、要特別小心門把手 可以用手肘、肩膀、戴著手套去開門 或者開門後馬上洗手 觸碰他人的物品後要馬上洗手 千萬別用髒手摸臉 七、聚餐時用公筷取菜 不要吃喝別人餐具內的食物 餐前餐後洗淨鍋碗瓢盆 不去不乾淨的餐館 八、在查明病毒來自什麼動物之前 不要購買、宰殺或者使用 任何活體動物或者活魚 九、如果天氣較好 開窗讓空氣流通 但如果天氣很冷很糟 還是關窗 十、在照顧發燒的親友時 要穿長袖、長褲衣物 一定要戴岩絲合縫的口罩 並讓病人也戴口罩 接觸病人時需要佩戴乳膠手套 病人使用過的一次性物品 密封後扔入垃圾桶 其他物品需要用肥皂水洗淨 老李加勒特也指出 如果中共政府在三個星期前 就讓民眾知道情況 及時防範 而不是試圖掩蓋真相 疫情就不會發展至此 接下來幾周 可能會有非常嚴厲的防疫措施 對老百姓來說會是一段苦日子 也提醒大家注意防範 新唐記者玲瀾綜合報導 美國已確診五宗武漢肺炎病例 週二 美國衛生部長敦促中共當局 提高疫情透明度並接受國際援助 全美20座機場也啟動了入境防疫篩查 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表示 美國早在1月6日就向中共當局提議 允許美國疾控中心專家前往中國 幫助對抗武漢新型冠狀病毒 本週一 他再次向中共衛生部長提出相同的建議 但都遭到中共政府拒絕 週二 美國通過已趕到北京的世衛官員 第三次提出援助建議 週一 美國已擴大了對美國人前往中國的旅行限制 將整個中國大陸列入最嚴重的旅行警告地區 週二又將入境篩查措施擴大至全美20座機場 政府已經重視了入境防疫方式 決定將從5公司到20公司到20公司 不過 美國疾控中心認為 目前新型冠狀病毒尚未在美國本土傳播 因此對美國公眾的健康風險依然很低 但未來幾天很可能會有更多確診病例 並且有人傳人的可能 週三 美國將派專機運回駐武漢領事館的工作人員 家屬及部分美國公民 阿扎爾表示 衛生部官員將會全程參與撤僑行動 根據美國國務院的聲明 撤僑的飛機將於週三上午離開武漢天河機場 飛往美國加州的漢大略市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美國國會議員28號呼籲中共提高疫情透明度 並對病毒的真正來源表示擔憂 武漢肺炎疫情不斷擴散影響全球 在關鍵美國國內應對措施的同時 國會議員也對中共信息可靠度表示高度質疑 美國國會議員 美國國會議員 解決定這因素 確實的 它是殺掉 多什麼中國想要 大陸 尤其是危險 大陸 我們必須確保 另一陸 各個國家 而美國 都保護得 我們看出 有些年紀 過 我屬於 我屬於在這裏 歷史上 有三十五年 歷史的 歷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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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危險 歷史上 歷史上 有些人 我知道有些傳聞到那裡在武漢 希望我們會在那裡有更多資訊 這是當然是一個國際問題 我推薦中國政府 當時關於資訊的開放 所以世界上的社會可以回應 有關武漢肺炎病毒來源 中共宣稱可能來自動物 但一位以色列生物戰專家認為 這種致命病毒的源頭 可能是武漢一個 與中共秘密生物武器項目有關的實驗室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武漢肺炎日本首起精力傳染 武漢團旅遊巴士司機確診 中國專家稱 無症狀武漢肺炎患者 仍具傳染力 中共兩次拒絕美國防疫援助 美國二十個機場進行入境篩查 歐洲出現首起武漢肺炎 人傳人病例 有過民眾被上海同事感染 秀秀來看 古巴南部海域發生七點七級強震 歡迎回來 週二28號 古巴與亞馬加之間海域 發生理事七點七級強烈地震 古巴、亞馬加、巴哈馬和海地等 加勒比海國家都有明顯震感 據美國地質調查局地震信息網消息 地震發生在哥林維治時間1月28日19時10分 震中位於古巴南部與亞馬加西北部之間的海域 震源深度6英里震級為里氏7.7級 地震發生後又發生了一系列強烈魚震 其中最強的一次震級為里氏6.1級 古巴、亞馬加、巴哈馬和海地等加勒比海國家 都有明顯震感 這是自2000年以來 加勒比海發生的第四次里氏7級以上的強震 新潭記者李博文綜合報導 下面再來看到今天的財經100秒 英國政府28號聲明表示 准許華為參與建制英國的5G網路 但華為被判定為高風險供應商 將被排除在核心網路建設之外 且在外圍網路建設中 其設備比例被限制在35% 對此美國政府表示失望 認為允許不信任的供應商控制5G網路 哪怕只是其中任何一個部分 都不是安全選項 社群網站臉書表示 公司已經要求其員工 應該停止不必要的中國旅行 LG則已經完全禁止員工赴中國旅行 巴克萊銀行指出 若疫情持續衝擊中國石油需求 那油價將承受每桶2美元的損失 估計第一季全球每日石油需求 將減少60到80萬桶 或相當於全年每日石油需求 減少20萬桶 外媒報導 美國政府將發布報告 警告電商平台和倉庫運營商 如果不幫忙查獲假貨 將會面臨更嚴厲的審查和處罰 新潮人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下節新聞來看 美國交通安全委員會 公布科比墜機現場畫面 週二 美國交通安全委員會 公布了NBA球星科比墜機現場的最新畫面 畫面中 事故現場只剩燒焦的殘骸 專家表示 未能找到飛機的黑匣子 至於墜機原因仍在調查中 根據美國交通安全委員會 NTSB公布的視頻 事故現場位於一片荒蕪的秋林 飛機墜毀的痕跡長達500至600英尺 機身殘骸已經面目全非 只有燒毀的部件散亂分布在地面 事故的慘烈程度可見一般 據悉 事故發生在1月26日上午9點45分左右 地點位於洛杉磯北部的卡拉巴薩斯 事故飛機上共有9人 不幸全部遇難 包括前NBA球星科比·布萊恩特 而NTSB週二公布的畫面為事發第二天所拍攝 當局表示 未能找到飛機上的黑匣子 而有民眾曾捕捉到飛機墜毀前 在上空盤旋的畫面 並表示 當時飛機的高度似乎非常低 有專家指出 在事發時 當地有濃重的霧氣 可能對駕駛造成影響 而飛行員最後發出的消息顯示 飛機正在向上攀升 截至目前 事故原因仍不能確定 還在調查中 新唐人洛杉磯記者站綜合報導 稍後來看 神韻達拉斯演出加場爆滿 觀眾感嘆 重獲新生 1月26號 神韻北美藝術團 在美國德州達拉斯的最後一場加場演出圓滿落幕 觀眾表示 找到了全新的自我 節目中講到了對信仰的迫害 讓觀眾感同身受 這是一種很美的演出 這也讓我們感受到就是 人民的國人 所謂的政府 可是中國政府的政府 不會讓人讓人讓人讓出 今天很強勇 所以我眼睛有霧 因為有那麼多很多人 中國人 需要有聲音 而我相信人家的世界 需要聽得 read 今天是一種完美的照片 懸韻令人重獲新生 观众表示要让亲友都来观看 新唐人记者站德州达拉斯采访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党 退团退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2020年1月29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3亿5063万4964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50801人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唐人环球直击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